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久沒有在電視機的螢光幕和大家見面 以前幫TVB主持過很多不同類型的節目 做詩儀 但我一直都有一個心願 希望主持一個自己的清談節目 今晚如願以償 我們的節目名是鄭玉玲星爺傾情 每一集會請到不同的嘉賓來自不同的階層和我們聊聊天 今晚是第一集 第一位嘉賓前幾段時間有很多風風雨雨、很多新聞 但仍然沒有選擇她在娛樂界大傘大的地位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在這裡說的是誰 她就是梅艷芳小姐 我們這個訪問是安排了早一個星期的 但因為你弄傷了臉 其實沒什麼 你怎麼弄傷了 你怎麼弄傷了 就是玩 中秋節那天就常常下船 因為下船玩這些船就搖 玩玩一下就撞過去 木頭擦船 對不起對不起 我想說回你在新秀之後 我看到你在事業上的選擇很聰明 好像我們剛才聊天也說 為什麼你這麼聰明 我聰明 比如女歌手以前沒有什麼八面的形象 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比如你選擇的歌 很多是很容易上口 比如你做演員 出來拍戲不久 那一套緣分已經獲了一個最佳女會獎 現在又是五千萬的女星 最高的編號紀錄 接下來又有很多很好的戲等著你去做 為什麼你的 我厲害一點不論我聰明 我想我聰明我真的不夠你笨 不過我唯一一樣東西好 就是我想我算是挺幸運的 因為從新秀出來 很多人看到路好像很平 平步清雲 其實中間也有很多暗湧的 也有很多曲折 也跌過很多次 不過我是覺得我很幸運 譬如說 幸好我不是一個很漂亮的人 其實真的 如果我是一個很漂亮的人 我會很局限 譬如說我扮妖女 誰會扮成這樣 叉婆外出街 唱歌 很奇怪的 穿到這樣 但我就不是 我是喜歡 因為如果我不是在漂亮方面 著手的話 我必需要知道自己的優點在哪裡 就是說我的樣子可以很古怪 我有很多形象可以做到 還有我很喜歡吸收外面的東西 把自己包到不同的樣子 你從來有沒有怨過你媽媽 沒有被一個真正的童年 你剝削了你真正的童年 其實沒有得怨的 我覺得 人每個的命 生出來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有很多是 含著金鑰匙出生 難道我們是羨慕的 或者妒忌的 不可能 但我怨我媽媽是一個不公平的東西 因為不是她想的 但是你不覺得 如果生了我出來 就應該 我也沒有選擇出生 生了我出來 因為你要怨來怨天 為什麼要派你下來 沒有辦法 我生了在這個家庭裡面 我媽媽已經不是一個很幸福的婦女 那時候已經是 老公又不在 又一手語帶帶我們四個兄弟姐妹 其實是挺辛苦的 我小時候又不知道什麼是辛苦 我又喜歡那件事 喜歡去玩拋頭露面 我覺得挺好玩的 是真的 我是享受的 因為我不喜歡在學校的生活 回到學校 我覺得真是慘 反而不恨有書有兒子 那時候不知道 現在就知道讀書好 如果現在我有小孩子 有寶寶的話 我一定要慢慢給他 培養讀書的興趣 但是那時候沒有 就知道 怎樣瞪眼 第一眼可以上學 晚上又要唱歌 就知道怎樣唱歌 好玩 怎樣出去表演 找表演力很強 你是生出來要做些熊的 那沒辦法 很辛苦 真的 你的事業這麼順利 你說是幸運 那為什麼去年就要告別舞台呢 是否因為你兩年前 拿了一個Promise 向回街宣佈過 兩年後我就是告別舞台 你怕別人說你反口 所以你一定要殺 這件事 也不是的 其實我很多年前 已經慢慢地聽下來 就希望自己 去年會退出舞台 因為最主要一個原因 就是體力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 形象那樣 你都不可以去變 但是體力的話 舞台 你是不能走雞 你在台上唱不到 就唱不到 你不夠氣就不夠氣 馬上聽得到 我就很怕有一種 就這樣一天 就說如果我台上突然唱到 一聲走音 或者不夠氣 或者掉到台上 那我會承受到這種壓力 在我有這樣的能力 去做得到的時候 我做了一個很美麗的東西給你們看 一個很美麗的回憶給你們 所以到今時今日 這個時刻 你沒有後悔過你的決定 有沒有 沒有 不過其實很腳痕 很肯的 我就是覺得身為一個藝人 做操作是好看的 梅艷芳跳舞是很漂亮的 有時候 剛才我們也說 做藝人不是為了錢的 那個滿足感 在觀眾面前的表演欲 是有時更大的 那你突然之間 你肯收手呢? 我是怕自己有一天 做得不好 我承受不了 這件事 其實我是一個非常自卑的人 不知道你會不會 我就是 人家覺得我是很強 其實我是收藏自己很厲害 我是一個非常自卑的人 我以前 小時候人家覺得 我是醜小鴨 肉酸 不是美女 那些 講到大 我覺得我是很自卑的 唯獨是我在舞台上 我是 實回我的信心 我覺得這個人 是我的能力 現在你離開了舞台 你不怕 但我不想 我想 一件事 就是我連我的信心 有一天都被我自己粉碎 而今天在我有信心之下 我說我不做 行 這個選擇 如果有一天 別人說要踢你下台 我就覺得連那種信心 都沒有 這個就是別人的傳言 你知道我們做藝人 一定有很多口行有 他說 對了 去年的舞台 梅遠芳也選得對 因為同期 鄭秀文出了一張碟 都很賣過 梅遠芳的 《Legend of a Pop Queen》 你聽到這樣的說話 你會覺得怎樣 如果在以前的話 我會很 很生氣 不是一定生氣他 不是生氣外 我會生氣 為什麼 我以前 也曾經在一段時間 都揮煌過 現在 現在我稍微沒有這麼 努力去做宣傳 別人就已經這樣踩你了 如果我還在這個圈裡 我還在唱歌 現在還在靠舞台表現 我會很興奮 因為這是我的聲譽 但是 我已經告訴你 我踏出了這個舞台 你們說什麼 你們喜歡 現在你說 什麼天王 什麼天后 OK 你們做吧 我已經是 做到自己的位置 但是我不想再跟別人爭取任何事情 你們一言兩語的話 如果再影響我 我覺得我會很辛苦 因為十年下來 我也是受別人的影響 一個腦 晚上睡不著覺 怎麼想起別人 昨天那張報紙說你 紋身 明天說你什麼 你的腦經常都 很辛苦 現在我就說 我這麼多事情都經歷過 這麼多事情都被你們說過 這是稍微小小的事情 我真的不介意 我想你一次解釋給我們聽 退出舞台 是不是你以後都不會出碟 不是 唱片我照樣出的 照樣我會照樣出的 那你會不會上電視台去宣傳呢 唱一首歌 不會 很簡單 這是真的要宣傳宣傳 其實是一定要的 你想去唱片賣 你一定要多露面 做完 做完 然後唱片才會賣 但我現在要出唱片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 還有一班歌迷 經常都寫信給我 他們保持著 希望 就算我不出現得好 希望我們會錄唱片 因為他們真的很渴望聽我的歌 我覺得 在責任上 我是應該 要做這件事 因為我要對歌迷有個交代 但我不是那麼更新 要做完 即是現在去做宣傳 想要壞天唱歌 對 我又覺得它是刻意了 那你退不退出 其實沒有分別 我是很低調去處理 現在唱片的一件事 OK 日後 可能你看到某張報紙 哇 梅遠芳妮嘉年 某一個新秀 唱片都不及得 不奇怪 不奇怪 因為我不介意別人說這件事 我只希望 真的喜歡聽我的歌的人 他會繼續去聽 但是如果你只認為追上潮流去買這些唱片 那我沒想到不需要 我講一下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你對政治的看法 1989年你很積極參與民民 當時你說 六四的時候你在別處 你在電視的畫面看到那種景況 你哭了流淚 好了 現在世界不同了 每個人都到大陸拿景象拍戲 對 每個人都侯著大陸這個市場 對 你身為一個藝人 你現在是拍電影的 你的底線會畫到哪裏呢 你會不會上去拍外景呢 其實我 大家都知道為何《宇宇宇宇宇宇宇》 最主要原因可能就是 因為我遇上去拍 那時候 我自己的心裏這麼敏感的時候 其實看真的 我都覺得 無可能就無可能 我是忍受不到這件事 但現在不是因為 市場開了 電影需要去上面拍 你不拍就不能拍 不是因為這個問題 而我覺得 整個 中國現在都在這裡在變動 是 而現在 都向好的一面發展 那我們是否需要 給後面一個更好的支持 不要再 我現在不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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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他有機會 慢慢向好的方法去做的話 我們身為中國人的話 我們應該是 在後面支持 對 就不是說再去踩 因為我覺得 你拉到這麼爬 一條彈弦 你拉到這麼爬 最多斷 因為大家一拍亮了 而且沒有東西是一成不變的 對 還有 還有 有一件事就是 我們中國人 我們想是中國好 但如果我們中國自己 都搞到 你分哪裏 我分哪裏 外國人更加 不會尊重我們中國人 很簡單一件事 我們去到外國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要看 一些外國人的面孔 他們這麼沒有禮貌的對待 為什麼 他們覺得 你中國自己一盆散沙 我們就希望 這一盆散沙 現在慢慢凝聚 一種力量在裡面 將來中國的話 是在每一個地方 都會發揚光大 我們還沒去廣告之前 最後有一個問題想問你 你猜你1997年會在哪裏 我會在香港 一定 一定 一會再回來 跟妹妹聊天 外國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